讓我們的team member可以到國外去把一個小攤位展示我們做的東西 所以其實這東西可以推出國際 其實要特別的謝謝華碩 那所以我從 就是不然 不然說今天他們今天不是今天贊助場 但我還要發工商一下 因為真的協團 如果沒有華碩的話 其實不會有今天發展的發展 那所以從此之後我加錯了電話 換華碩連鎖機就死了 那另外當時有一個德國的朋友就是Mario 他其實幫我們在歐洲做了一個宣傳 所以這東西能夠從台灣推出國際 其實要特別接這個提供系統 那在2013年中我們跟另一個歐洲的商量合併 所以他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系統成的國際專案 那在這邊有學校我們失敗經驗 其實你開發一個國際化的專案有一樣的問題 那其實有分幾個面向 我們今天分幾個面向來看 第一個是外國使用者的需求不太一樣 那再來就是說開發者有一些開發者的需求 那當然團隊開始大的時候 我們大概有十幾個貢獻者嘛 你就可以了解政治問題 然後無可避免呢 其實你要發展你的國際化專案 其實你需要處理一些公關問題 包括公關委員 好 比如說 欸 好 比如說 欸 欸 我的UI 在每個上面壞掉 這我算很乖乖 好啦 就是比如說你的UI在轉租很漂亮 但是你的 對 對 好 好了 還好 好 就是 你的東西可能在中文環境看起來好好的 但你拿到 拿到中英地區的時候 可能完全長得另一個樣 都沒有所謂RTO問題 就是Right side 他們是從右到左的文字 那不是只有文字 是有右到左 然後捲頭是放在左邊 他們連上頁 下頁把整個也是長的 所以 所以你的上頁不是你的上頁嗎 就是 其實有很多細節 就是沒有做動的話根本不會知道 所以我們就是被這些地區的人包bug 然後才發現有些地方沒處理到到做法 所以這把麻煩 好 那 另外一件事情是你的UI在中文看起來很漂亮 但你知道英文翻譯整個文言 然後寬度寫的話會比較大 所以你本來的Data很漂亮 然後再要換個語言 可能完全就是超出螢幕外面 所以其實這個都是你會遇到的問題 那也是我本來不曉得這些事情 是 我昨天到了其他國家的時候才發現有些地方可惡 好 那再來就是說 欸 那我要支援多國文言 是不是提問你翻譯講比較麻煩 事情沒有那麼簡單 不是所有東西都是英文資傳傳 中文就可以翻譯 這個有提供幾個例子 第一個就是 就是英文老師跟你都過附屬加S 可是你知道其他語言都不是這樣用的 所以 如果你在口裡面寫 就是Number大於後面加S 這個在所有語言幾乎都不握 可能只有英文可以 那歐洲有些語言 有四到五種不同的附屬型 然後有些要看MART多少 有些要看尾數多少 有些是超過一定的Number都會不同的路 所以 請用Number做 不要在口裡面寫檢查加S 這樣 你會 就要很大麻煩 那 再度過有些翻譯完之後文法 會改變 他前後的參數程序會換 所以 像這種翻譯字串啊 就是 你會換一個語言 之後 如果一個字串裡面有兩個參數的代碼 然後換一個語言 他就會轉過來 那 那如果 如果你直接這樣代碼的話 十字八九會舒適 所以請用Number做這樣 會有些extension 你可以表明順序 再說外部使用者 我從來沒有聽過的需求 比如說 我們在 大家知道 可能中日還會使用輸入法 但其實在歐美國家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 但他們有什麼 他們有keyboard layout keyboard layout 另外就是說你基本上每個鍵 他可能有一些特殊的key 他功能功能不太一樣 像右邊的ALT 通常是用來做 可能打歐元符號 如果你不知道這件事情 把它設為你的熱鍵的話 你就會很悲劇這樣子 或者是說 他們有些deckkey 像少人 有的上面有點點 有一起的那種 其實是要用deckkey的功能做的 所以 如果你在設計一個國際化 你可以看到 你會遇到一些 不是說熱鍵都可以用 那你要小心 尤其他們的習慣 我們不曉得 好 再來就是說 其實都不會很重要 因為日期數字格式 跟寫格的顯示 其實在不同國家都差不多 所以 其他要正確實在做 這樣子 那 那其實除了顯示之外 另外一個問題是排序 如果去多年難嗎 去國難啊 歐洲根嗎 沒有 其實去真的很難 自從怎麼比大小 ST、R、CMP 你如果這樣寫的話 他實在不會我可能 因為你比較S級 那S級是以美國人為出發言 對不對 美國優先 但其實不能這樣子 因為其實 如果你到UNICO 你不能用內瑪先去 因為各多語言 才去落寫 不一樣 像中文的話是用文化 那中語言它有個狀態去去求 所以這個時候 你必須要接觸專用的Library 這個動作叫 是不是 他會依照語言 選順序來排 但如果你在做 應該覺得倒大沒 因為只有這樣還不行 你要按照數字來排 比如說 如果你按照文字的內瑪 字典區的話 我先排到20前面 因為1比2小 可是其實 如果你想用數字 使用內瑪寫的行為 是照數字排 那所以其實 自傳的排序 你會遇到很多問題 那最後有專用來 就是不要首課這樣子 好 以上其實是一般 國文器使用都有遇到問題 那開發者 可能會遇到什麼問題 其實開發之後 遇到問題 跟這個表面有關係 主要是 你要怎麼讓別人 任意就你的專案 其實小時候 不懂事啊 那時候在寫VBS 就是連續軟體的時候 其實我還是新手 那時候根本不會寫空 就是 一路這樣摸鎖了7年 然後去過一個軟體 最後決定open source 可是我open source 之前其實花了半年 在reflat 根本不敢拿出來 那樣寫太爛了 就是 各種不養價 但是很有趣的是 他其實還蠻受歡迎 我會買一碗 好 那後來我那時候 會寫出馬的專案 但是後續就是 一直有修不完的bug 那樣 然後 我現在看到bug check 可能都不敢出來面對 其實後來 經過這些教訓之後 我就發現 就是其實應該要寫測試 這件事情 我到業界都來學會 就是你寫扣不寫測試 其實很容易出一些 就是長大的難言bug 然後時候再修完都很痛苦 所以有一些品質問題就很難解決 那這樣別人要參加你的專案 就是留意要有障礙 那再來就是說 其實要維持固定的coding start 然後一些design content 那讓你的code容易看懂 因為你在寫的時候 你自己覺得很容易懂 但別人不一定看 如果別人看不懂 他就不會參加一些專案 所以其實這些東西 不只是工作上很重要 你就open source 發覺其實要特別強要可固性 因為你的source code 是要給人讀的 不是contact會故意 所以其實open source 發覺相比一般的 發覺你的可固性 要更好的 不然就不能採相 那既學這些教訓 我後來再做 rlain step top 我就很注意可固性這樣 那根據其他teamember的評價 應該算蠻好讀的 所以我現在就沒有 我主要沒有在開發 現在是第一些歐洲朋友 幫忙接手這樣子 再來就是開發者 都最喜歡做的事情 就是阿斯科 我們來重寫一下好了 那 拜託一下不要 我現在在上單 我帶teamember 跟我說要重寫 我都會勸阻他 我跟你講 那我會發表 就是bio band angel 我共重寫三次 那第一次其實寫得很簡單粗暴 然後架構很簡單 但沒什麼彈性 我覺得不是很滿意 但是他其實後來有被人家拿去演成了一個叫SpaceNN的作品 那我第二檔 我就一定把UI跟Io部分 全部拆一拆 這樣他比較有一個模組 把我自己拆完很滿意 但很不幸的是拆完都發了越來越多 對 那經過幾年之後他終於穩定了 那穩定了之外呢 我再會想把UI發展用Q再做 於是呢 我就用那個中間Io的Machine Library 套裝Q的UI要做得很開心 可是總是覺得C跟Ci混一起很不舒服 所以我會用Ci把它重寫 那重寫完之後 這樣的Cupnet很棒 但是Bug書又增加了 就是不要再覺得說 第二我已經有經驗再做一次 第一次一定會更好 其實通常不會 如果你沒有寫測試的話 其實第二次寫的名字通常不會比第一次好 因為第一次做的有辦法運修完了 那你第二次做的 你心理學的同時會剩下新的Bug 那再來就是說 你在重寫的過程當中 記者一定會比原來少 但Bug你會比原來多 所以你會有時現有開發者 還有現有的使用者 不要想看Dancing真的嚴重 而且之前像Cupnet Fusion 都發覺他們沒有示範案例 就是有個人開心 用自己家重寫完都只能放空 那其實使用者在意的設定是 功能 不是他用什麼原寫 也不是 也不是他架構有模特兒的樣子 那其實不沒有完美的軟體架構 一切的設計都是TRAWF 就是選擇 他們家最合適的架構 對 所以以前年輕不懂事 就是他們寫不好 就不想怎麼改善 就想重寫 但是每次寫完都會不會提名過 沒有屢是不爽 真的是 我們跟大家講 那再來會不會 所以如果你選用一個很冷門的技術呢 十八九你會陷入 最後整個開發者的避難專案 那所以其實 呃 甚至開發工具 就是對開發者有三 真的非常的重要 弄回來吧 八分那個比較friendly的開發工具 都其實開發成對數量就成長了一倍這樣 不過很不幸的是使用者 已經掉了很多 再來呢 其實專案早期大家會不會想這件事情 License 其實超級重要 如果你不幸選出License 事後補教的話 你會很想死 就是 我Library 我Library 那時候會有人覺得 受到Richard Stallman的感召 不管Library用GPO 結果我本來發現 我再跟LGPO的交易需要的力量 就不能用 那後來怎麼搞呢 第一次我們把所有的人找出來 然後全部發表 一個人問他我可以License 直到我收回全部都yes 然後把他改成LGPO 所以過程超級辛苦 你只要有一個File沒有改對 像Devian這種Disfusion 你死都進不去 所以其實很辛苦的 所以要審選那一次 但其實技術問題 是最好解決的 你知道我們在採討這種熱體技術的時候 我做了十幾年之後 我發現裡面最難的東西是這個 就是 核體技術相對的條件 其實長期經營喔 不是靠技術 是靠藝術 是靠藝術 這我記得藝術 你一個Mudget 要可以弄一個團隊 持續十幾年 不會散掉其實 很需要這種東西 然後今天有一個拿獎 其實比較不是技術的事情 其實我過去有很多失敗案例 你知道就是 文人相親自國人 技術的人員 都會覺得自己的技術比較好 那當一群技術很好人 你繼續在寫 然後吵架是不可能避免的事情 然後比如說我有一天 小時候不懂事 覺得有一個Mudget 我看起來寫的 我覺得好像不是很煩 我想到一個更好的寫法 於是我就把某一個 長期很辛苦 貢獻的Mudget 全部寫掉 然後我就很開心 你看我找到一個更好的寫法 那並沒有說誰的寫法一定是比較好的 其實他只要可以動 然後行為是正確 還就是好程式 那有時候你需要適度的做鞋 每個人都會覺得自己的寫法比較好 可是你要跟人家合作的話 這樣就行不通的 對 那我當然有剛剛道歉 但是其實後來 我們其實 他後來還是一開這樣 一個美國的朋友 所以其實我後來就覺得 你要跟人家回過 就是要適度的接收一些別人做法 跟你不一樣的地方 這樣才發浪起一個團隊 對 就學到教訓了 但其實我們還是很常吵架 但這次是瑞典人 對 那我們當時在吵的是說 我們要使用哪一種 領域來管理我們的一些翻譯檔案 因為我們有支援很多餘的 那當時想法說 因為原來我們有支援 一開社會 但他其實沒有很穩 那時候就想說 要不要換用一個商用方案 這個觸發一點點是處理善意 就是說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減少回復的loading 那這時候 原來回復那個社會 就跳出來 那這是我唯一的貢獻 那你把這個取消 那我不要 就是 其實有時候出發點都是好的 但如果你事前沒有開國的溝通 直接爆出這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你可能會傷害到一些其他的專案成員 比如說你覺得說 這個東西可能是一個負擔 那也許大概來說是一個甜蜜的負擔 所以其實有時候你會不小心搶走 被奉獻的機會 那這其實蠻傷意的 蠻對細分的 所以其實後來經過這次的教訓之後 我們也學到這個事情 所以回來我們每次看道歉啊 然後也後來也合作很久 不過最後還是一開 這樣 是一個瑞姐的朋友 然後 他的藝術是五歲來的朋友啊 就其實我們以前一直對於 就意外應該怎麼設計 然後誰在實際上的工資比較好 我們為了這件事情 在意外上一直比戰 但 你知道我後來 這邊站了幾個禮拜 之後我學會一件事情 就是這次一個人就沒有意義 那個人在比戰的時間 這口都可以寫兩次啊 那就其實並沒有什麼設計 是一定是正確的設計 只有當下最合適的設計 與其說大家來爭論誰才是正確的設計 不如說我們先推出去當使用者用 如果不合適 我們很快來修改 所以老實有錯再改 這樣 有錯就改 這種態度其實是比我們怎麼把事情 早正弄回到它來重要 所以這當下一直糾結 什麼做法最完美 其實是沒有什麼意義 而且這種事情你長遠來看 就是一間芝麻綠豆大的事情 如果你跟專家做19年 有一個發展要七首顏色 真的不太重要 後來我們爭論很久 最後發現太空門 根本沒有人用 所以 什麼什麼擠在裡面 這沒有什麼意義啊 所以 最通常我們會是 各自提出自己的施作方式 然後大家理性來討論 那如果真的兩邊都覺得不錯 那我們就能夠退讓嗎 這一次我覺得你 好不然我們就是用你的 下次換我的 但是用來之後 如果不是我們要改掉 那無改東西也表示可以這樣子 所以其實後來就用他的 那我說如果有問題 就換掉 太同意 所以分證就這樣清晰了 所以後來我們就陸續用 會做很多年 這樣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時候 其實你需要的事情是妥協 而不是說大家能站什麼幾乎最好 這樣 好 那還有一件事情我覺得一定要講 其實我們跟歐洲的一個專家 那叫Rexecute在2013年的時候 那這件事情其實 大家剛才喜歡這件事情 正在open source的歷史上 非常少見 就是 你總會看到fork 你幾乎不會看到branch 那尤其在desktop 就每年都有新的desktop產生 就是我們應該是 Ninus說 應該是歷史上唯一一件成功的branch 而且過去我還沒有拆貨 我們剛才還在 那 這個branch是怎麼成功呢 其實後面我們討論一個月 中間發生很多衝突 那最大衝突點就是專家要有什麼名字 大家都想要保留自己的名字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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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我們是其實也開發的不夠 所以合計一定是對大多好 但是差別是LSD其實相對在國際上比較有名 而且User比較多 那如果我們直接換一個全新的專案名稱的話 那是不是我們兩邊都會失去限合User Base 但如果你保留我們的Branding的話 那我們的User Base就可以使用你的東西 而且從此之後我們會在所有網站Ui 開帳裡要全部謝謝RenderQ的這樣 所以你看到我們的About那個打開 其實是謝謝他們 就給他們足夠不可以 那後來我們就說那我們就保持開放 就是說如果之後真的我們專案做起來 那知名度也夠了 要改變其實相對容易 那如果你有更好我們之後來換 那後來這件事就這樣喬定了 結果用了幾年之後大概也可能沒必要改 就這樣子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都是需要一些溝通跟顧 才能辦法做起來的 其實跨國就有很大的困擾 然後其實當團員吵架之後 其實沒有一杯啤酒解決不了的事情 他說解決不了就喝兩杯 兩杯解決不了就喝一手 一定可以解決 那譬如是你現在跨國的話你就只有E-mail啊 所以就很麻煩 而且E-mail可能持續很反過來 然後吵架還要先睡覺前可以繼續 那其實E-mail不好用 因為他其實看不到表情 你也聽不到語氣 你也看不到人 可能本來只是一個沒有情緒的一句話 但是看起來就會激怒 這樣所以 尤其是有些是不同文化 那有時候想要透過Google Trans 也在翻譯念光啊對不對 所以 其實很容易發生誤會 所以專業人士的自尊性都很強 而且其實像歐美人士 他們的自尊性也都蠻強的 所以 有時候你在討論事情的時候 就是用資料非常的消極 就寄出之前就是要再看一下 那有時候真的講不通呢 英文講不通 但沒關係啊 用C++高中就好了 用Code比較容易講的齁 你就一人開一個branch啊 就無聊看一下 其實就知道幹嘛 解釋半天晚上就不懂 那 其實那些就是團隊的內政 但其實你要維持一個專案 還需要外交 就想說我們這個免費專案 有沒有收集你需要做公關 而且有時候會有公關危機 那怎麼維持社群齁 老實講這塊我們做更不好 那 其實一個很關鍵的事情 叫做release early release open 但這些事情 我們一直沒有做得很好 因為當初就想說 Rolling release 有東西就退 有東西就退 其實沒有特別在規劃release romance 或是固定的release再討 那我事後回來看這件事情 覺得這件影響其實蠻大 因為其實user不太預計 他可以獲得什麼 那 其實也不會有人這麼熱血 沒人去看你的GitHub 然後有什麼新的房地的把它拉下來 根本沒有人會這樣做 所以 所以其實 你有定期的release 那 就算是很小的release 你只要保持看起來有在更新 就算只是加幾個翻譯檔 大家還是會覺得你有在處心翻 不然很容易被覺得你的專案死掉 這樣 所以其實就是很需要一直有消息出來 那就算你沒有在開發 你之前應該會寫點treat vlog 就是 未來展望 之類的 就是一直保持雙存在感 不然其實你的專案 就很容易被遺忘了 大家會覺得這個專案已經死了 這樣 因為以前我們曾經有架設過多人 但我們後來把它拿掉 其實架設過多人真的不是好處 如果你沒有人去負責的話 比沒有還要糟糕 這樣 你就大概只會靠問題 不過再來沒有人出來解決 所以其實 不一定是好事情 所以如果你要架負責 那比較有人想要回問題 你的準備 不然其實效果有時候不是很好 因為他會上來問的都是這種 沒有人這麼熱血 怎麼會上那個專案再回答問題 那說到人家同學的時候怎麼辦 今天很開心 但是 不是每個同學的品質都一樣好 那有的時候你會看到一些同學 其實你看就 覺得應該有更好的寫法 但是 但是以前我就比較不同事了 那時候年輕嘛 看到寫不好的同學 我就直接立馬花五個東西 然後把自己同寫 然後把他reject 但 但其實後來就是 媽媽學會說 這個做法是不對的 如果你要弄一個community 你不可以這樣弄 這是一人專案的弄法這樣 而且我們 我們做專案的目的 不是要為了證明說 誰寫後寫得比較好 其實我們是希望 大家可以一起開心的 view的東西 那我們其實要進行一個社群 而不是說 我們來 我們來聽誰寫得比較漂亮 那不是我們的目的 所以其實 應該是直接reject 而是你可以跟他建議說 這樣子寫可能會比較好 或是你這邊可以調整一下 那為什麼這樣比較好 那他也會提出說 為什麼他覺得那樣比較好 那這時候就會有一個討論 這是一個健康的討論 那最後是達到一個concensus 不是說大家來怎樣 那其實我回來也有貢獻譜去下專案 所以我發現他們也是這樣 像我之前有修過 Python Request Library的Bug 那其實我那時候修完之後 其實不會過 他們也是就是沒有聯絕 他們也是很耐心的跟我討論說 欸這想要 可能要小心一個什麼 這想要怎麼樣 那在這個過程 我也需要說像這種 國際大專案房子怎麼run 所以其實這才是一個 正確的處理 以人家貢獻的態度 那這個 其實你 你會覺得這很大段時間 因為我自己修可能只要五分鐘 我這邊應該要來回可能兩天 但是 這兩天會換來長期的參與者 對這個是金融社群 不可獲取這個東西 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說你的社群的東西要怎麼維護 這一塊其實是我們做的相對不好的地方 其實有時候我會發現有一些成員 就是對一些新手不是很友善 因為其實有的人他可能會覺得 就是小白都在問問問題 有的人 就被問到煩了 就會開始沒有那麼有耐心 這個也都難免 那 他如果有一些 PR的貢獻者 他使用方式跟我們認知差有很多 那我們也當然不會給他確定 但這個討論就僵持不下 大贏在跟RU兩五 其實有時候會有這種狀況 或者說之前有發生過我們的成員 跟其他發覺發生衝突 比如說有些Linux的人 Grucan 他很樂意幫我們包包卷 但包卷的過程可能出了一些問題 或是包的方式不對 然後就衝起來 那 那 後來 我一開始沒有特別注意這件事情 但是後來有人寫信 給我公報員這件事 我就出來看了一下 發覺過上面 討論怎麼都會激烈 那 那其實有時候 這種事情有時候真的蠻避免的 那 但是後來 有幾件我們有處理下來 但是有一些其實沒有 那 但是 就是怎麼處理呢 就是因為相當我們 一旦開始爭論之後 就是討論 會開始變得有點失焦 那大家會開始有點情緒 這時候需要有人出來 把那個討論拿回來 那我們的重點 其實不是要真實點比較厲害 我們的重點是要解決問題 所以 有時候適度的 我們的身段討論是需要 比如說 像有一次我們 跟 一個很重要的合作的專案講架 那我們當然 私下先去跟他道歉 就是 那你不要 你不要 你不要說 欸 那是要個人行為 跟我們沒有關係 那外面的人來說 你們發覺的人 就是代表你們發覺 那 所以道歉就要一起道歉 不要 不要切個話 我們專案結婚單 這樣 這個其實其實沒有什麼 幫助 對 道歉的時候要露出生意 這樣 就是 就是要好好的 跟他講 那就是說 其實我們還是很感謝你的 貢獻這樣 那可能大家裡面有些不太一樣 那我們應該是可以 想辦法對作 這樣 就是要稍微處理一下 這樣 那其實都可以處理的下來 大家都是一直 要需要一個台階下這樣 那大部分是可以 是可以緩解下來 那有一些就真的 真的比較嚴重 譬如說罷了一下笨蛋 那種 那個就比較沒酒 這樣 所以後來可能就有些會移開 啊 其實你 你其實沒有辦法管到這些事情 但是就是 可能要定時注意一下 你的討論區啊 或者一些過激的討論 或者有可能要出來幫忙化解一下 不然其實久了 有可能會演出一些公關的危機 對專案的形象 都不是太好 那 那事實上可能大部分人都不是這樣 只有少數幾個一站也站 但是其實整體來說 不是一個好事情 所以可能其他人還是要 我們 維護一下討論的東西 而且這些 就是討論語言 其實對於大家合作 會有一些傳愛 那 有時候新手 真的會問一些很北老的問題 但其實可以的話 其實要保持來心 因為 其實這些 或是讓你未來 發覺可以持續存活 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那像有一些社群 他們會定一些行為準則吧 聽說林克斯最近有定 但是 但是 其實這不太容易 尤其你的專案規模 沒有那麼大的時候 就 都還要拜託人家來參加 你看 第一次行為準則 可是都會有實說 困難 所以 可能像我們這種 比較小Size的專案 大概就是大家要一起幫忙 注意 如果你有注意到一些 討論過激的狀況 如果你有注意到一些 討論過激的狀況 要人出來就是幫忙發送 因為 其實有 其實講那麼多 只是在請教一件事情 就是 不要覺得說 那些新手都會笑白 因為其實今天的新手 未來就是你的重啟貢獻者 那我們 的確有一些是從 就是完全 新手 然後貢獻一些 不太好的 採取到現在便宜高開發者 就沒有這樣的 跟夥伴 所以其實 經過幾年之後 他會是你的主要貢獻者 所以不要 不要小看了 你可以來參加這個 市場 那 當然 你可能會很努力的 在維護這些人際關係 但是 最後你不難免 一定會遇到成員 卻要離開嗎 就跟每個樂團 很不錯 被子他換他去 其實總是會有一些 可能是因為 對 對軟體的方向 或是可能家庭因素 或是他換工作 或是他換這種 但其實通常都 都是因為爆發政府 人都不來 好像不是其他原因 就跟那個分寸一樣 但是 就會找很多理由 那但是這種時候 其實也 不管怎麼說 就是大家雖然可能 曾經有超過價 但是還是要謝謝他們的貢獻 這樣子 幫忙還是會寫個引用 這樣說 感謝你的貢獻 以後有機會還是可以再合作 這樣子 就是還是 找保持這個人的關係 因為其實大家還是 就是曾經有一起 都比過這些發展 其實後來就發現最大的 噴進 大家昨天不知道 我去聽那個Rush的 後我們 Maintainer Steeler演講 我突然覺得 講的太對 其實我們一路以來 發展最大的問題 就是Governance 因為你一旦 從一個人的話 然後也可能知道 突然多事情 不知道怎麼辦 誰可以做決定 那誰該用網站的 ownership 誰該可以 決定誰可以加入 那誰來定入我們 其實這些問題 都是我們在發展 顧問當中沒有解決的問題 所以 後來就造成一些 持續發展方面的困難 那其實 十字今日 我們都還不用解決 因為我們都是 參與於freestyle 每個人想家族 就不行 然後就是聯絡 我就不行 那其實我突然覺得 那個Rush的 Quarty的演講 都覺得 真的是 蠻有道理的 就是 推薦拿了之後 如果錄影可以看一下 其實他們也是 在Rush裡 就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 我也覺得欣慰 除了Rush裡的問題 所以其實 那些 我並沒有什麼建議 怎麼解 那也是我們的困難 我們也不知道 怎麼解 但是如果你要用一個 有一定size的 國際交換 這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 一般可能 持續做下去 這樣子 好 最後就是 為什麼 為什麼我覺得 open source專案要 盡量的國際化 你可能覺得說 我哪邊 我寫這邊 怎麼會有人要用 我做國際化幹嘛 但其實 這件事情 我覺得 非常值得做 很推薦大家 把自己的專案弄得 盡量看能不能推向國際 因為很多東西 假設比如 做中文書物法的話 其實你的使用者 應該不信於兩岸展示 所以 其實你可以做 英文網站 英文文件 盡量 generalize 然後看到一些外國的使用者的需求 網路其實沒有國際 你的專案其實還有機會 會變成國際專案 而且 這件事情會很重要 到底是誰在用open source software 你在拂拂拳打 open source software 你可以看到出來第一名 你覺得不是台灣 但很喜歡中國 然後 你就 你會看到其他 中國啊 南非啊 你會看到 因為你分得起來滿散的 那並沒有一個 open source 重增 重增 的地方 其實全世界都有人在幫助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 如果你的使用者 可以來自這些地方 的話 你有user 一百倍的心臟 一百倍不值 那可能就不會是一人專案 那再來就是說 Water source的開發者 到底來自哪裡 這是2016年一個 一個 蠻有名的調查 你可以發現 綠色的地方 或是有open source 開發者 有進步權利 所以你的project 一人專案 這麼難做的 但要去哪裡找人 如果你只在台灣找人 的話 就是那個箭頭子的地方 那如果你從全世界 從勤勉的的話 那你的資質 會有很高的機率 可以不是一人專案 這樣 所以其實 花時間去想辦法 把他推到國際的話 是一個我覺得 非常值得做的事情 那這個過程 會去到很多事情 所以 但是就是 也不要忘了說 就是當野人 SPL拉到跨國之後 很多會有很多挑戰 那你第一個當然就是 貴公常會寫障礙 那 那沒關係 你可以用口頭通 C元是世界共同運 還有微笑 這樣 對 C元跟微笑是世界共同運 再來 如果你會遇到很多 包括Ispan的遺體 那可能是我們在中文 他不會想到的事情 變成你要花時間去學習 那最了解說 到底外國人 怎麼用這些東西 可能跟你想 他差蠻多 比如說一些MP啊 這種什麼 一些特殊的組合鍵 你真的不知道 原來偶爾 是用LT來打的 那 就是說再來 會有些文化差異啊 就是講話說要注意 尤其 Email其實只有文字 沒有表情 沒有聲音 非常容易吵架 就是 就是要特別小心 嗯 然後這些其實都是 來自世界各國 然後各行各業的人 他們其實也不一定 在控制 蠻多都不是 對 所以其實 接觸到很多 各式各樣的人 當然各方上 就會帶來一些挑戰 那再來就是說 既然你有這麼多人 在回座 那多個控制 一定要做得更好 再來就是你 call的呢 可能補信要特別強調 要讓別人可以 輕易讀的東西來call 那所以不要用總統列出命名 我稍微非常費支援 但是 對 但是當然這樣可以 除了你的call 然後好修改 那這樣子才會有人 願意採調這樣的專案 那如果你可以做到這些的話 然後提供組繪文件 而且要立英文 其實外國人會願意採調我們的專案 所以就是 雖然說 台灣是一個很小的地方 在地步上面我們就做不到 那但是 其實透過 open source的專案 我們是可以讓 我們被研究 所以希望大家一起 一起 謝謝 喂 那我們謝謝pcman的分享 那大家有任何問題嗎 pcman 就是你剛剛提到說 你們覺得 定期發布新版本是很重要的 可是你說你們原本是混合 那這兩件事有哪一種 感覺到哪一種 感覺到哪一件事 哦 不會太一樣 就是滾動 剛剛問的問題是說 呃 release model 有兩種 一種是滾動式更新 一種是定期更新 定期更新 就是比如說像五方圖 它每 每可能一年就會出兩次 每半年出一次 然後你知道哪幾版是兩次 像這種就是很典型的定期更新 但rolling update 意思就是說 欸我有 我可能整個系統裡面 有二三十個component 啊我今天啟動一個component 有新版 我就推上去 明天那個component有新版 我就推上去 所以你隨時隨地都會更新 隨時拉下來都是新版 這也是一個滾動式的更新 可是 對開發者來說 我當然喜歡滾動式更新 我有什麼推出去 然後使用者就可以用 可是實在來說 除非你的使用者 每個都是從TIT 然後現在每年compile daily 第五分 這不可能的事情 那如果你要再show disribution 包包 套件的人去追蹤你 到底該來的什麼 你這樣滾動式更新 那會很難抱 你確實做個寫不出啊 然後他也不知道 你這個到底多了什麼行為呢 那使用者其實很難知道說 你的版本與版本之間 有什麼不一樣 通常使用者不會可以Dlog 所以其實你會造成一些 推廣上很困難 那尤其最困擾就是那些 要幫你包套件的那些 那一些 disribution 這這樣會對他們 很大的負擔 所以其實 包包的一個release schedule 然後盡量貼近 就是這些 disribution的release schedule 對你 長遠來說 對你的套件會比較好 但是release schedule 怎麼選 像如果你是貼近 Devitt的release schedule 的話你很困難 你心滿吃回去 很坑 我覺得也許像那種 半年啊 一年啊 然後你有個roll mail 然後確定說我這次要release什麼 那時間到了之後你就會 提供一些東西 這樣使用者會有比較清楚的預期 就是你下一次更新或者什麼 那那這些操件還會護者 也會知道說我什麼時候 該開始打爆了 而不是說我們這樣也沒錢不上去啊 高興就推演 高興就推演 其實這樣子 對開發生來說很容易 但是對其他合作的人來說很困難 那還有其他有想要問問 沒有嗎 就是也也不一定是要跟減帽有關係 就是其他有沒有想要了解 健康問題是不是現在好了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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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妳好 想問一下 就是說 像可惟聽聽這樣子 剛剛提到干門的問題 所以蠻處理的 那我想請問就是像你或者是裡面是不是有其他開發者是屬於那種講話大家會聽一個角色 像今天在某些譬如不確定哪種比較好的狀況下 這個路線跳出來說我覺得這樣做比較好大家也會這樣的話 那想請問你是不是會賣你的樣子的角色還是大家其實不精明的話 那你覺得這樣是好是嗎 嗯好 剛剛的問題是說專案裡面有沒有一些成員是講話趴數比較高的講聲明 很難說因為其實像早期的話我們專案沒幾個人 那時候就是我們台灣幾個朋友一起開發 那大家都認識講一下就好了 但是你開始跨國專案之後其實我們沒有很明確的例子 每個人大概都是異國的這樣子 所以你說這好嗎其實這造成一些問題 因為有一些問題其實需要有人出來管理 但其實沒有 所以這個就是會造成我們後來發展的一些困境 可是其實你說那那個負責來幫大家協調的人要怎麼產生 要怎麼樣會有公信力 其實這件事很困難 因為假設你不是那個都在協扣的人 你覺得他會服氣嗎 就是你點特別多當然你突然不協扣 那其實應該不會很注意的 那假設你扣的顯得很好 那你體系很差 你要服重就有點困難 那要建築這兩個科技的人其實不是那麼的多 那尤其你專人又不是那麼多 你要希望每個人都有建築這樣的科技 有時候實務上很難找到一個這樣子的人 就是扣又寫得好 貢獻又不夠多 然後他時間又很多 然後他就很樂意把大家寫好這些事情 實務上不太容易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一直沒有辦法做得很好 那那譬如說像昨天Lost的每天大家也講到說 誒那有一個防備選會不會比較幫助這樣的事情 也許會 但你就會做了很多不是回客的事情要做 那不一定是大家喜歡的 所以很難說 我覺得很難說 這真的是個難的問題 倒是要找答案 還有其他人有問題嗎 就是現在時間還剩下十三分鐘 所以大家可以盡量問 不好意思 我問一個比較個人的問題 如果不妨給我們一下就叫我來看 好 因為 你今天我可以了解是說 你本來是個人移工程師嗎 對 那現在是個軟移工程師 是 那這 這原因是什麼 那為什麼有時候這樣可以決定 好 因為其實 其實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 你後來過了一定的年紀之後 你就會發現生下的時間好像一直在康當那樣 就是 有跟他倒行不計時 可是 你有想說 那我每天 我就會算了一下我沒在做什麼事 那我發現說工作的時間其實佔超過 將近 佔到將近一半 你見到醫院的時候 就佔大概一半 然後我想說 那如果我一半的時間都在做工作 那我自己喜歡的時間只能用 我自己喜歡的時間只能用 剩下的假日 或是假日常吃飯 扣掉吃飯 剩下的時間 那我只能做一些很皮毛的東西 因為沒有辦法深入研究 因為沒有什麼時間 然後有時候弄一下就很累 其實要休息 所以就覺得說我對日常沒有興趣 但是長遠來說這樣子 幾乎很有限 那我就想說 如果我就還是想做一下 就是軟移工程師體驗一下 到底這是怎麼樣 什麼期待這樣 那你平常上班的時候 就可以一直累積一些相關的技能 可以說我可以用上班時間學習 就是用僅存工作的休息時間 然後只能學一些就是 比較皮毛的東西 所以我也覺得還不錯 那我自己想問PG 那你轉職之後 你的心得是什麼 其實還不錯啦 就是 就是 不一樣的生活型態 應該說有些地方跟原來一樣 有些地方跟原來一樣 有些地方跟原來不一樣 不一樣就是說 以前這時候我在上班 那現在我可以在這邊講Costcom 那 一樣的地方就是 我每年還是一直在解問題 對 那 你知道嗎 就是人機有東西壞掉 跟系統有東西壞掉 其實沒有差 上號也是以為我們已經壞掉 那 你總是要找出問題之外 所以其實我後來發現沒有我差那麼多 這樣 那 差別是說 一個壞掉就壞掉了 另一個是 就會重開機就會好 這樣 一個重開自白兵 一個是就shoutdown 就shoutdown了 但是只有這個差點比較大 剩下的沒有差太多 所以以前在音樂經驗現在 把系統都還可以用 就是 其實你找 找人機的Bug的過程跟診斷體 一定是很像的 就是你看到一個現象 那你覺得哪些原因可能會造成 那接下來你會去想說 那如果是這個症狀 他如果是這個原因 他可能會有哪些犯罪的症狀 比如說你看到 比如說看到什麼 你看到一個設立是太棒 那他可能是後面的設立 後面的設立 後面的設立 如果你太高 或者是可能 反而或是 若干問題 你會想可能的原因 那假設這個原因的話 他可能會有 其他範疇的問題 那你去看說 那有沒有這些現象 來驗證說這個 假設是對的 那一個一個排除之後 你才可以找剩下的原因這樣 那其實這某某程度 跟看病很像 所以我就覺得 沒有差 還有其他問題嗎 有沒有大家想要問什麼 好 就是因為早期公司這麼多 那你後來從一個 衣商傳過來 你怎麼最近在 你現在這樣 喔好 剛剛的問題是 我現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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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想知道我們公司的話 我們有談位 這樣子 因為這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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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 不過這是OPEN做的場合 我跟你講為什麼 我會加入現在這個專案 因為 當初是因為 我加入對面社群 然後我的好朋友 N2送了我一台 很老 就有筆電 他有一台筆電不要 就送我這樣 然後任職有 六十四MP 一二八MP 一二八MP 然後我發現我 可能他們開不起來了 那我就想說 欸奇怪 那我後來 我把他拿起來 之後我打開 他後面覺得 花了四十秒 我只要開個檔案 然後點下去四十秒來出 我就想說到底發生什麼問題啊 為什麼跑那麼久 那我就想說 那不然我來寫看看 然後最後寫到一個 可以三秒起來的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 喔那 那我做一個 發生命安全 那他可以幫我 好酷喔 那怎麼讓別人用呢 那我就開始去到處之外 然後發現沒有人要用 那 當時我的假設是這樣 因為每一個 中間環境中環 他都已經有發生命安全 那他其實沒有什麼 動機會換別的嘛 好 那你 你中間環境不一定換我 那我做中間環境 總可以了吧 所以我就去找了一些 其他也是屬於 就是無阻屋魂 就是譬如說 他只有做一條 底下的那個工作 也沒有其他東西 可能他只有做一個 什麼什麼沒有其他東西 我把這些都給QQ 然後放下來 就包一個第一這樣子 然後就一直被人家嗆說 你這根本不是Destop 你這根本不是Destop 你是排隊軟體 剪在一起這樣 所以後來我們就很認真地 再加強各種整合 然後把feature補完 然後後來大家就借見 承認說 對就是一個Destop這樣 所以就是 這個專案 我是這樣加入這個專案 這樣 那公司的話 就是那個攀位好不好 謝謝 謝謝 其他人有問題嗎 不好意思 剛剛有聽到是說 像新手進去的時候 可能會 或一些白目的問題 會激怒自身的改發展 想問說 你們有 國內外遇到哪一些 這種狀況 那通常 有沒有什麼些 給新手的建議 或是也不一定的 畢業 類似的嗎 對 新手的建議就是 要心理見證 因為有時候 Coach的很好的人 人品不一定很好 那 有時候也不一定是你很錯啦 因為其實 就跟你去上班一樣嘛 第一天來什麼都不知道 人家不可能期待你什麼都會 那一種需要時間學習 所以 可是有的時候 大家可能 做久了自身習慣 就會覺得這好像很基本 但 但其實有時候不是這樣 那包括我自己 你有時候也會犯這種錯誤 而且他這可能氣氛 可是其實我回想一下 我剛才學的時候其實 其實不知道這些東西 所以就變成說 你只能提醒自己 如果要 成立其實 對 但是有時候有點難啊 因為其實久了 有時候你真的會覺得 欸這不是都這樣做嗎 為什麼你不知道這樣 可是就是 這個要 就是自己 實施警惕這樣 才有辦法跟人家合作 那對新手來說 其實 你要就是 體會說 其實有時候 他都不是故意的啦 就是說 他們只是 玻璃新手有點久 他們其實不是故意的 那些人其實事項不差 所以 也是要人家 心理建設啦 也不是每個人都是 那麼nice 但其實 嗯 就是 持續跟他們討論 這方面 最後還是可以學到東西 也就是也不要說 輕易放棄 因為有時候你一看決策 怎麼那麼 怎麼那麼糟糕這樣 但其實你跟他 控制一段時間 你就會發現 欸其實蠻強的 就是你可以跟他學到東西 那那 對 有時候是需要一點 心理檢測 但不是每個community 都真的nice 那我們的餐廳都nice 你可以試試看 跟我們跟他 哈哈哈哈 還有 想跟嗎 我想問 剛剛問 是 剛剛提到 你們 沒有一個特別 誰講話 可以達成 那如果萬一 之間 親手遇到 比如說 是生的 兩個人 那 那 有種建議嗎 跟 可以親手 其實就是 針對問題 客觀的討論 就是 雖然說 有時候會出現一些 他們不太愉快的狀況 但是就是我們不要 活著在 情緒上面 其實最後我們的目標 都是希望 問題可以獲得解決 那 當你遇到一些困難的時候 就是要回想起 你一開始的目標是什麼 我們的目標 是解決問題 不是真實的 比較厲害 所以 所以如果最後問題 可以獲得解決的話 其實就 就好了這樣子 那 只是說 新手有時候 其實我剛講的 這也是因為 今天這個Session 就是想分享一個失敗經驗 但其實我們專案沒有做失敗 大部分的時候 對新手都還蠻友善 所以會特別拿出來講 是一些做力 我們專案其實也做了15年 你做15年 他通通都沒有 專案做了差不多10年 中間都沒有人吵過 假設不可能 但是 其實沒有那麼常吵架 我提的是 比較嚴重的其實 大部分的都其實 合作還蠻愉快的 所以其實 作為新手 不用害怕 就是假如 事實上 我平常上班的時候 發現一些 大部分都發了 配信區 那十八九 或者到三年回復這樣 包括有一次 就像我剛講 那個Pythonry 其實它 它是因為 Python2 Python3 那我發了Python3 Python2 不會過 那我每次都沒趕發上去 那Python4 Ci跑不過都很不好意思 那我修完之後 就陸續還是有問題 但他們其實也 也是很客氣 就是一直跟我講說 喔這邊 你可能要小心 什麼什麼什麼這樣 這樣我就覺得 這個風氣蠻好的 所以其實有一些社群 是蠻友善 那我們應該要學習 這樣的風氣 但有時候 你沒有辦法控制 每一個人的那個 對那個 那變成說 你要有些心理檢測 其實你不要說 我工作的時候 你去上班 會遇到完全一樣的問題 但其實這是不可避免 你就是 團體生活 團體的口獲肯 聽獲肯一定會有這種問題 對 我可能沒有辦法 聽從你直接 什麼建議是最好的 但我只能跟你說 這是你去上班 都會遇到問題 所以無限有分手抓很難 這樣 所以其實也不用害怕 就是 經過幾次之後 你就會很上手 不用害怕 其實到外面抓都很nice 包括我們自己 其實相對也蠻nice 只是 剛剛一管都不利 沒有人整天床家 在那邊找到拆火 就可能還在人 所以不用害怕 就去貢獻 沒問題 那還有 問題嗎 那 你好 那就是 我覺得 這是我自己的感想 就是我覺得PCMAN之所以 PCMAN是 我自己認為 是因為 編制於PCMAN之後 因為 不管是 有來參與今天的 或者是外面一些 甚至沒有在寫的事 我這個年紀上下都用過 PCMAN 那 對對對 對對對 對 就是我對PCMAN是有一個 黃金的存在這樣 因為他就給我們路過了 就是大學生涯 就是 只有 我要去去去去去去 那 我有看到 就是現在 因為現在PCMAN 其實沒有更受資訊 然後 廖像也沒有在這個 管理這裡面對 然後 然後 就 清理有沒有電機 然後 想要再 未來 可能再對他做一點 就是其他的概念 或者是 大家釋放出去 你會做什麼事情 其實 Opensource的狀態就是這樣 蠻有趣的 放上去之後 他就不再是你自己一個人的東西 然後 有時候需要 師傅的割捨一些東西 像我現在 像那個說 桌面狀態座的創立 但其實現在我的影響力並沒有 比其他人都要大 但 我覺得這種事情 就是隨著時間你要換換氣 因為 你不可能永遠都有時間 整個在那邊弄那個 你也是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而且你可能會需要 你人生的下一個階段 譬如說 你可能會想要改學別的東西 像我現在主要 Forward在 Word Service 然後 Denvoss 我可能不是整間 那我現在Forward已經不一樣了 那當然你在做 就不太可能一直持續的貢獻 那麼多 跟以前一樣的比例 那隨著你的貢獻變少 你還要有一樣大的影響力 我覺得這樣有點不切實 其實應該換機會有更新的人這樣 所以我也不會覺得說 那我現在 這雖然是我常常 結果我現在講話 沒有特別大的 其實這件事情我覺得是 自己應該要想吃 你隨的時間 你就是會慢慢放掉一些東西 那為了不讓這些專案 死掉呢 所以就是英文這樣寫好 就是你要讓別人可以加入 所以我覺得有些事情很幸運 我做這麼多專案 除了BBS那個影外 其實我都還活著 對 那那個會死掉也無意外 那個是在 還沒有為了2.0的時代 那現在其實 其實整個世界已經不一樣了 所以你說這時候再去把一個 TileNake做很厲害 你都有沒有意義 我覺得 作為學校的朋友 但是以今天來說 我可能不會特別去做這樣的事情 就是 對 美好的意思 就讓他有來過去 我們還是要向前進步 聽起來 OpenSource 有點像自己的小朋友長大 是 就是要 對 讓他自己去做 對 好 那還有其他的問題嗎 現在還有最後的英文中 有嗎 有嗎 好 那那不然今天的活動就先這樣 那大家有什麼私下 或是什麼健康的問題 都可以好去問 平行 對公司有興趣的話 其實他會不會這樣這樣 OK 謝謝大家 那我一下ע reach Aye 大我是 ne 謝謝 謝謝 那我生那個 作詞 回 right 眼 ени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